这次303大停电 初步就估计了 民生用电赔偿 要超过6亿元 这会创下时尚的新高 不光是赔偿中游 拾荒列20亿的损失都不够 高雄市府说要聘请律师 带厂商和用户 向台电来求偿 系统市长侯友宜则是认为 中央你责无旁贷 还说有些伤害造成了赔偿 只是杯水车薪 303全台大停电 不少地方统统黑一片 高雄最惨186万户遭殃 不止停电还停水 曾孟蔡英文事后去新达电厂 视察想要灭火二度道歉 造成国人同胞的不便 我要表达歉意 特别是停电时间比较长的 南部县市的乡亲 我更要表达歉意 对南部乡亲很拍赖 在等质疑难道是因为死忠的 要多道歉 那赔偿会议颜色分等级吗 不过陈其迈开第一枪 见指台电犯了不可原谅的 低级错误 市府将聘请律师 带厂商和用户向台电求偿 新北也认为中央责无旁贷 这些伤害我想中央政府 理当有责任扛起 有了伤害造成了赔偿 只不过背水车薪 细数蔡政府上任以来 2017年815大停电 592万户受影响 赔偿金额3.6亿 去年513 517也造成数百万户停电 今年303 549万户大停电 有些地方甚至停了12小时 估计民生用户 就要赔偿超过6亿元 但光赔偿中油石化链损失 估计20亿都不够 赔偿就责 但追根究底就是缺电 不过政院却说 不是缺电而是电厂故障 蓝军炮轰是在搞认知作战 就是不够电 这就是缺电 如果说这样还要再硬拗的话 就是挑战人民的智商 就是认为民众没有这个思考的能力 对老百姓来讲 停电就是停电 停电基本上就是缺电 网友火力全开大骂不止缺电还缺德 照样照剧开酸 不是走私是超买 不是缺疫苗只是还没运来 宁可相信世上有鬼 也别相信民进党那张嘴 尤其事后和三厂发电 狂飙到98% 事实摆在眼前 蔡政府还要硬扯不缺电吗 记住旁边去林沛杰 台北财报报导 张冲冲讲说停电影印机不能用 你是要讲印表机不能用 怕蔡总统没骂硬稿是不是 还有我看到邮云讲说 年年都道歉 年年都停电确实 前段还说没有感情的道歉 还有综综讲到说 自己的民生的影响蛮大的 饮水机不能装水是不是 要看是哪一种的饮水机 有些可能还是可以用的 不管怎么样 真的是对大家影响 是有直接冲击的 像是很多的摊商 做生意都受到影响了 这也难怪这一次的停电 引众怒了 经济部长王美华 自请处分不请辞 被问到说如果再次停电 会不会要来下台 王美华说这是假设性问题 到了再看状况 这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还有可能会再停电 是不是 对此时事评论言黄阳明 就批评政府 政务官就应该负政治责任 如果没有下台 就代表说你这个政府 根本就不愿意扛责任 政务官就是要负起 这个政治责任的人 李世光 李世光前经济部长很倒霉 可是虽然他是815大停电 2017年那一次大停电 当天晚上他口头一请辞 马上准 那一次的这个停电的时数 是大概6小时 这一次大概是12小时 户数稍微少一点 但是你知道吗 其实这一次他某种程度 其实就算今天王美华下台 改变不了这个电网脆弱的问题 但是你政治责任你不负 政治责任你不负 这表示这个政府 是不愿意扛责的 那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才没有办法痛地失痛 包括中火从原本都是讲7层的发电 把它撑到9层 好 你们就只能用这个方法 让你的能源配比撑上来 所以为什么要撑到晚上9点 就是因为晚上那一波的尖锋 也过了 所以才能恢复正常 恢复正常 王美华才要开记者会 然后那个 旁边这个看板就打下来了 你某种程度你知道这天意 就是说老天爷都看不下去 觉得我们讲真的 政治人物要负责任 所谓的政治责任就是说 你就算不下台 你至少要把问题搞清楚 可是我觉得现在最大问题是 王美华根本搞不清楚状况 他连这个电网到底怎么运作 他根本都没有办法理解 这一次老实说 王美华下台解决不了问题 但是王美华不下台 解决不了明月 所以根本的问题就是 谁下台不重要 但是你有没有办法诚实的 去面对我们的能源缺乏的 这个问题 这边的国兵们 蓬佩奥妹在笑容 而对着媒体来挥手告别 并且是跟外交部的人员 一一握手来道别 并说我们会再见面的 蓬佩奥这一次来到台湾 因为脚步其实有点是不舒服的 所以还特地携带了 一辆小型的滑板车 当作辅助使用 而蓬佩奥离台的前信 网路上流传了一份签署合约 在民是以15万美元的筹金 邀请蓬佩奥访台 对此外交部则是表示 蓬佩奥来台是由就我方的 远景基金会跟演长公司签约 报酬的部分不便代为公开 蓬佩奥国务卿在任上 一再的为台湾发声 加速对台军售 在很多本来不合理的限制 都在他国务卿任内解除 我们非常肯定感谢 他的贡献及对台湾的友谊 在他卸任后 能够专程来台湾 我们特别的感到温暖 而美国卸任的相关政治人物 或者各界民人出访 都有一定的作业规定 这个都依相关规定谨行 接下来关心疫情焦点 今天武力的本土确诊个案 跟高雄自助餐案是有关系的 而且扩及到了新北台南 首例染疫的自助餐女员工的爸妈 今天也确诊 而且他们走在2月20号 跟2月22号这个期间 曾经参加了游览车的旅游团 扩大裁检发现两名团员也确诊了 钟仁祥就表示了 目前这个旅行团私人确诊 应该先有一个共同感染源 自助餐家庭应该是第二波的传染 高雄三案新北极台南各一案都是跟自助餐店相关 那高雄三案都是自助餐店员工 案20832的家人 那其中案20860跟20861是父母 还有案2086是姐姐 那都曾经在2月7号到3月1号 跟这个20832一同旅游 那其中20861在2月24号开始咳嗽 2086在3月1号有咳嗽流鼻嘴症状 那这三案经接触者裁检都是阳性 那系列只在15到21之间 那台南跟新北 是案20912跟20913 那都与案20860跟20861 在2月20号到2月22号 共乘游览车 那参加这个旅游团 那团员除20860跟20861两位外 那有34位都完成拆检检验 那其中仅此两案阳性 那目前自助餐店的家庭群聚案 那这个案20861的发病最早 那是在2月24号 那另外2月20到22的旅游团 成员有4个确诊 而且散布在3个县市 那目前推测此4位成员在旅游期间 可能有共同铺路的感染源 香港的疫情真的是居高不下 4号新增52523例的确诊 连续三天单日记录是超过了5万人确诊 在邮局以及大众交通运输的系统 也因为工作人员接连确诊而受到了影响 除了在超市还有药局的物资 全部都被抢购一空 那因为无力捕获所以只好宣布实施 一人五件的限购令之外 香港邮政在4号宣布 因为有邮务人员确诊 总之在当天关闭 各地的邮局也有好几间是无法运作的 而全世界最繁忙的运输系统之一的港铁 也因为职员不断确诊 影响到营运 所以只能把车次的间隔拉长 公车也有七分之一的路线 停驶严重的影响到民众的生活 另外来关心的是大陆第13届的 全国人大会议在今天上午登场了 由大陆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发表工作报告 在谈到涉台问题的时候 他重申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和九二共序 坚决反对台独的分裂行径 我们要继续全面准确 坚定不宜贯彻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的方针 落实中央对特别行政局全面管制权 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 爱国者治澳 全力支持特别行政局政府 依法施政 支持港澳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保持香港澳门 长期繁荣稳定 我们要坚持对台工作大正方针 贯彻新时代 港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针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 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 两岸同胞要合周共计 共创民族复兴的光荣伟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